谢谢你们两位教授救了我的命 86岁的高阿嬷只说两位医生救了她的命 还特别制作感谢状给医生 20年前就做过主动脉半膜自换手术的高阿嬷 今年又开始出现走路会喘的症状 经过门诊确认署严重主动脉半膜狭窄 在林口长庚医院心脏整合中心团队治疗后 术后7天就可以出院而且走路不再喘 让高阿嬷相当开心 此年我又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运动 我今天可以走到很远都可以走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叶教授 陈教授的救了我 另一位63岁的土女士 还在现场小跑步 很难想象手术前她连煮个菜都有困难 之后就慢慢地比较不会那么喘 就生活上慢慢也改进了 我现在还可以煮饭了 还可以煮饭了 然后慢慢走 这样子 在内外科组成医疗团队集市广义下 这两起病例决定采筋导管主动脉半膜 致患手术 灵口长根方面表示筋导管致患手术 因为属于微创手术而且恢复快 与传统手术比较起来更适合高龄级身体状况较差的高风险患者 传统的心脏手术第一个可能还是需要开胸 不管是大伤口标准伤口还是小伤口的方式 它可能还是要一定程度的开胸 第二个这个传统标准手术必须要心脏暂时停止 使用人工心肺剂来支持 那在高龄或是身体比较差的病人 可能没有办法来挨这一刀来承受这样的手术 所以筋导管半膜的致患手术 对这一类的病人是比较特别适合的 针对这类的病人 假如说他需要做以往的手术的治疗的时候 可能他的手术的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 那这种情形之下 为了要克服这样的问题 势必就要联合内科外科 甚至其他的专科的医师 来做组成一个医疗团队 那大家来及时广义讨论一下 采取怎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可以对病人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民口肠根方面表示 主动脉瓣膜狭窄常见的原因 属于自然老化而造成 常发生在70岁到80岁左右 民众如果出现胸闷 呼吸喘或晕厥等症状 就应该紧速就医及早治疗 主动脉瓣狭窄常见的症状 大概是三大类 包括了胸痛 昏倒 那跟喘 喘就是心脏衰竭 为什么原因因为这个血液 没有办法有效地送出来 因为我们的瓣膜已经卡住了 所以血送不出来 所以没有办法供应到冠状脉 所以它会有胸闷的状况 没有办法供应到脑部 所以重大器官会有这个血流不够的状况 所以会产生以上的症状 那刚有刚刚的简报已经可以看到了 一旦出现症状 它预期存活的年 大部分是两年到五年之间 所以是相当危急的 那也有猝死的可能 所以一旦有症状 建议及早治疗 医师也再次呼吁 有主动脉瓣膜狭窄的民众 尤其是高龄患者 不要因为害怕而延误就医 及早到专科本诊 追踪积极治疗 特机会改善生活品质 享受饮法生活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